在演绎娱乐圈,肖战都是90后新生代明星艺人中,品德文化修养非常不错的热血青年。 随着肖战越来越红,不少人开始用关怀的态度劝肖战退出娱乐圈。 难道,你不知道踏入演绎娱乐圈是肖战的梦想吗? 肖战从小就有一个明星梦,他想让更多人都记住他,懂得他的好。 可是,最近有一个不知道是不是真爱小飞侠,打着关心肖战,为肖战好的做法,劝肖战退出娱乐圈,去做回老本行设计师。 我觉得肖战退不退出娱乐圈,那是肖战自己的选择。 如果你只是因为看不到肖战的新剧,就让肖战退出娱乐圈,你未免也太自私了吧。 肖战新剧迟迟不让播放,作为真爱小飞侠,无论是谁或多或少都会有些失落。 但是,我们爱肖战就应该多理解包容,而不是看不到肖战的新剧就发牢骚抱怨,真正思想成熟稳重的人,会耐心等待肖战新剧开播。 现实就是这样,没办法,人在屋檐下,哪能不低头? 这场充满续腥味的资本游戏,肖战又不是主宰者,如果肖战是主宰者,肖战新剧早就开播了,生而为人,就应该给每一个从底层摸爬滚打起来的新人多一些出镜的机会。 而不是因为肖战太红,就处处打压,撤荡肖战的新剧。 说实话,大部分真爱小飞侠看到这种不公平的现象,心中都很无奈。 其实,爱肖战的人都知道,撤荡肖战的新剧是怎么回事,不用说,大家心里都知道。 然而,表达自己对肖战爱的方式有很多种,不打扰肖战也是一种,不跟别人撕逼,谩骂也是一种,无论别人怎么看待肖战,我觉得肖战都是演绎娱乐圈中不可多得的励志偶像,也是每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人向往的学习榜样。 肖战一路走来毁欲参半,即便是这样,肖战依然坚定信念,走自己的路,为实现自己心中的明星梦而不懈努力奋斗。